如果提问你摔碎过手机屏幕吗? 相信超过100%的人会举手 因为,很多人碎屏经历不止一次两次 育长生活中,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有人拿着屏幕有裂痕的手机依然坚持使用 但作为高频使用机型 手机难免会磕碰掉落 在遇上一些马虎星人 手机屏幕损坏维修的前 累积起来甚至可买一台新机 针对手机屏幕易碎这个痛点 去年举行的华为Mate50发布会上 华为常务董事于成东介绍 Mate50 Pro昆仑版使用的华为昆仑玻璃 获得业界首个瑞士SGS五星抗跌耐衰认证 整机耐衰抗跌落能力相比普通玻璃提升至十倍 它还在发布会上宣布 华为Mate系列P系列的旧手机 也能更换昆仑玻璃 来自重庆市经信委的消息 昆仑玻璃正是一款重庆造 由重庆两江新去的一家企业研发和制造 充满一颗晶体的昆仑玻璃 成为手机摔不烂的秘密 这家企业叫重庆新井特种玻璃 有限公司简称新井特波 位于重庆两江新去水土高新生态城 生态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4年新井特波落户水土新城 主要研发生产高铝硅 高铝硅特种玻璃 经过持续不断技术攻关 成功实现量产 产品具有高强度 抗滑伤 抗冲击等特性 高铝硅玻璃作为一种高端材料 广泛应用于触控面板 团空 高铁及轨道列车 市场需求很大 重庆新井特种玻璃 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一波介绍 2018年8月 新井特波建设的高铝硅触触摸屏 电子基板和高铝 硅特种功能材料研发生产 及第一期项目投产 2020年 新增建设微晶玻璃生产线 主要生产透明纳米微晶玻璃 应用于触摸屏电子盖板 空轮玻璃正是我们研发生产的 透明纳米微晶玻璃 新井特波的首席科学家 国家特种玻璃重点实验室主任 江洪教授称 该产品将手机整机抗摔能力提升至10倍 打破了国外玻璃巨头 对高端电子盖板玻璃的技术封锁和壁垒 2018年 我们帮助新井特波积极申报 国家工业技术改造专项 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补助1亿元 史经信维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来 他们在科技创新 专经特新企业培育 智能化负能以及融资服务等方面 都给予企业大力支持和精准服务 就是为助力打造成重庆新材料的一张名片 2021年华为P50 Pro单辖城和云锦白两款新色的发布 给大家带来新的选择 这两款配色的华为P50 Pro 正面配备的是纳米微晶材质打造的玻璃屏幕 抗摔性能提升至5倍 前进的道路没有终点 这一次我们在影像领域再次超越自己 当于成东宣布华为P50系列顶档 并将全球首发一项业界首创的全新移动影像技术时 让众多期待P系列新旗舰的雍顿未知一阵 2021年7月29日 华为P50系列正式全球发布 和历代所有P系列一样 新一代的P50系列聚焦摄影本质 针对色彩 画质两大维度继续突破 这一次 华为带来了两项全新科技 一届首创突破光学镜头智固的计算光学 以及模拟人眼感知色彩 所见己所得的原色引擎 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像实力 在浮小粉 学玉白 药精黑 可可查金四款首发配色率先上市一个多月后 华为P50 Pro点藏版迎来首销 一同开售的还有华为P50 Pro连衣云波配色 以及不少消费者翘首已判得的华为P50标准版 直接将期待值拉满 如果说华为P50系列极具辨识度的双环外观 足以让人心动 那华为P50 Pro点藏版则在这份美上加了一份持久 和普通版本采用的铝硅玻璃材质相比 华为P50 Pro点藏版前后均采用纳米微晶玻璃材质 在玻璃结构中结晶出强度更高的纳米级晶体 抗跌落能力对比普通玻璃版本提升至5倍 让防护等级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 大大提升了意外跌落手机的生存率 在日常使用时更加放心 微晶玻璃又被称作玻璃陶瓷 是对某些特定玻璃体系的基础玻璃 通过可控吸出微晶质的的一种材料 其微晶向在玻璃箱中均匀分布 普通玻璃内部原子是无规则排列 而微晶玻璃的内部是规则排列的细小的晶体结构 微晶大小一般在几十纳米到几十微米之间 微晶玻璃不仅拥有玻璃的软化温度高 电磁源性能好 化学稳定性等基本优点 又拥有陶瓷的耐磨性好 硬度大 机械强度大 约稳定性好 膨胀系数可调等优点 纳米微晶玻璃既有玻璃的3D可塑性和高透明度 又有陶瓷材料的硬度和强度 它超强的抗跌落性能和表面硬度 让手机具有不易摔破 化的特性 对于商务人士以及高端精英来说 华为P50 Pro点藏版能够真正将手机从保护套中解脱出来 极大提升手机的安全性 握持的舒适性以及凸显身份的档次感 外观设计上 华为P50系列的影像系统与上一代产品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上一代是矩形 这一代直接变成了双环形 同样很有辨识度 万象双环设计将功能性的双影像单元与美学的双环形式完美融合 代表着P系列在影像与设计上的无限可能 同时继承了P系列溯源摄影文化的产品理念 一块微晶玻璃瓶绝大多数成分是纳米微晶 晶体充满在整个玻璃中 将红介绍 昆仑玻璃经过1600度高温薄贵金属熔裂 24小时高温纳米晶体生长 108道微晶原材及面板加工工序的降性打造 通过复合粒子强化注入 每一片昆仑玻璃中有1亿颗高强度纳米晶体 抗冲击 足开裂 玻璃是翠性材料 其破碎主要原因是微裂纹的扩展 而微晶玻璃里面的1亿颗纳米晶体粒子 裂纹在扩展的时候碰到晶粒 裂纹就会绕到 要想把玻璃裂开 需要绕过很多晶体 而这个路径就会很长 所以对裂纹扩展有阻碍作用 将红解释 这家重庆造目前已拥有专利200多项 覆盖配方 生产设备及工艺 预言管理及强化工艺 玻璃特性 测试等方面 同时 主编了航空用铝硅玻璃触摸瓶盖板 用高铝硅玻璃两项国家标准 已在2018年颁布实施 今年来 重庆两江新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通过开展专利导航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等工作 为企业发展后织创新的土壤 推动资产变资产 让企业科技创新更有底气 重庆两江新区知识产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企业创新需求 两江新区聚焦重点产业 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 通过创新开展专利导航工作 累计为40家重点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专利导航 支持20余家企业和科研院所建立专利数据库 同时 运用专利导航方法 指导企业培育高价值专利 包括新井特波在内的11家企业 获得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立下 在两江 一批技术含量高 市场前景好 有发展潜力的专利技术 正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除开昆仑玻璃外 华为P50系列的影像创新 再一次体现了华为对提升大众影像创作力 突破移动影像边界的决心与努力 计算光学XD Optics是P50系列的一大突破 这也是手机摄影领域第一次提出 堪称移动影像画质改良和行业革新的一个新引爆点 虽然业界有抵达一级压死人的说法 但当手机镜头和CMOS堆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摄像头模组的物理特性包括光学设计与传感器设计遭遇边际效应递解 从没有哪个厂家设计出来一款又小又轻量的好镜头 好的镜头一定是又大又重又笨 这是物理特性所致 除非出现突破性的新技术 否则难以改变 于是 华为换了一个思路 虽然物理镜头的限制和光学衰减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但影像在算法 图像和软件上进步的空间却很大 同时结合消费者对于手机尺寸 重量 材质 美观等要求 华为推出了计算光学 再一次实现了光学领域的技术突破 其原理是 得知模组镜头光学的特性后 通过算法来提前预测光路导致的相差损失 再通过后期算法还原成理想的镜头成像效果 这样一来 既解决了传统光学镜头的物理限制 又实现了手机尺寸与成像质量的完美平衡 据悉 P50系列首创了业界全局式图像信息复原系统 以P50 Pro的前望镜模组为例 在图像进入光学器件的过程中会损失50%的图像信息 此前只能通过半段式后期图像处理技术来最多做到60%图像原始信息的恢复 有了计算摄影之后 可以提升到81% 进步立竿见影 在不占用过多手机空间的情况下 就能获得高性能镜头模组带来的成像质量 也就是说 通过计算光学等技术的加持 可以让华为P50系列使用更薄的模组 更薄的镜头达到比以往更强的性能 比如清晰度 色彩 连拍的体验 温度 P50 Pro都超过P40 Pro价 而且更加轻薄了 以往手机摄影的一大难点就是色彩还原 照片里色彩总是和人眼看到的有差别 很难做到所见即所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华为P50系列带来了原色引擎技术 通过全方位领先的软硬件 与调试能力真实还原色彩 让成像色彩所见即所得 这一次华为P50系列采用了 10通道的色温传感器 环境光谱的提升率比以前提升50% 再加上闪适应模型 成为目前色彩还原最准确的手机 这也就意味着 以往手机难以拍准的口红色号 华为P50系列都可以完全还原出来 据透露 华为研发人员 今年光口红就买了2000多支 华为P50系列以计算光学XD Optics 和原色引擎两大移动影像科技 超越物理限制 呈现超高清画质和真实色彩 原色双影像单元 突破单个参数堆砌的桥 多摄系统协同 告别单摄镜头单兵作战时代 同时华为P50系列在急速闪拍 变焦等方面带来拍摄体验的大幅提升 在一次登上手机影像珠穆朗马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